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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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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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那就是我们这边获胜了 恭喜 但是也没关系 我们依旧有一个八折 可以送给你 谢谢 刚才是谁说 一定会抽到免单 好 我先洗个牌 好不好 吃着 也还是不错的 今天这两桌吃货 满满都是爱啊 你看这游戏结束 老公还把自己拨的虾 喂给老婆吃 而这虾馆子除了虾 老板说好吃的东西真不少 咱们今天来的这家店呢 是颜值与实力相并存的 刚才的颜值担当 我们已经看过了 接下来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实力担当的老板 许老板你好 你好 那你们家我知道 除了这个虾好吃 因为现在到这个季节 大家都爱吃虾 还有一点也是 深得我心欢 来来看你们的菜单 除了有龙虾之外呢 还有这么多好吃的菜 赶紧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们家这些菜啊 哪个点击率最高 我们这边一个吃爱点 就是海鲜类 现在我们是主推产品 都是从北海新鲜到货 还有制作的 自己制作的一个金丝牛肉卷 用的是黄牛肉 我们自己现成自己包制 然后去油炸 不会去跟外面市场卖的那种 做的半成品的那种 还有那个海鲜 那个蟹饺 我们都是从北海每天发货过来 用的是小红蟹的那个蟹钱 去带给大家 因为蟹饺饺 大家都吃的比较多 毕竟那个蟹饺的肉质比较散 蟹钱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肉比较厚 肉比较厚实 对对对对 而且那个壳比较薄 一咬就开的那一种 是这样的 还有我们有一个 湖北的一个特色 就是一个叫做樱米汤 它是用的是糯米 然后蒸熟风干制作出来的 而且里面放的猪肚 都是我们新鲜制作的 好的 那我们已经知道 他们家除了种类 这么丰富之外呢 那接下来就开始进入 我们的第二个游戏环节了 好 进入到咱们今天的 第二个游戏环节 来问一下这边 哈喽 你今天你们是跟谁来 我今天跟朋友一起过来的 跟朋友一起来是吗 就是跟兄弟一块 会在一块喝啤酒吗 会 会 虽然喝不过的 你今天吃了多少钱 你们那帮朋友们 吃了三百七十多块钱 三百七十六 OK 好来看一下这边 哈喽你们好 今天你们是跟谁 同学聚会 同学聚会是吗 来看一下你们 我拉了一个喜欢的过来 一起做朋友这样子 哎呦这个表白 还没开始喝酒 我现在撒了一堆狗粮 哈哈哈 挺好挺好 来看一下你们今天吃多少钱 今天吃了六百五十三 六百五十三 哇还挺多的 那既然拉了一个喜欢的人 也就是说今天还是比较幸运的 是不是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会抽到我们的免单 尽力吧 加油好 三二一开始 感觉用吸管喝 是不是就是没有直接对嘴 喝得要舒服一点 要爽 你确定你在喝吗 我怎么感觉你在往外吐啊 加油加油加油 今天不能在自己喜欢的女孩子面前丢脸啊 哇 这边快结束了 快见底了 加油上前 加油上前 你跟这 caus情 快速快速快快 快速快 快要喝完了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这一组帅先喝完 怎么样怎么样 第一次用吸管喝酒感受如何 有点撑 当然是有点撑了 你觉得跟对嘴喝有什么不同吗 还好吧 这个感觉气更足一点 气更足啊 那是不是以后朋友聚会 就用这种方式喝酒 孩子不用了 不要了 好 那由于我们这边速度更快 所以恭喜这一对获胜 很遗憾啊 这个今天没能在 心爱的女孩子面前威风一把 但是没有关系 同样有一个八折 可以拿回去跟朋友一起分享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 这个酒也喝了是吧 接下来就要买单了对不对 看一下手气怎么样 我来洗一下牌 抽一张 随便抽一张 好 明显的变成 我很幸运 你给大家看一下 六折 恭喜 恭喜这桌幸运的吃货 抽到了六折 即使输了也有八折 那电视机前的你 有福利吗 当然有啊 如果电视机前的你 也想像他们一样幸运的话 一定要拿出手机 关注地宝当家微信公众号 输入虾管子 记住啊 他们家的龙虾 全场6.8折 啤酒 买衣送衣 这么多的优惠 还不赶紧来吧 好了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给个下滚 小龙虾的品种 它不显重 且最有油闷 变酸入个两种 老板完了 且发现了 难道你就喜欢 这个油闷 所以啊 就这么研究过 我家一定要出庆 另外来个店里的 还有多朝宅 带来家反选 这个空干呀慢的 观众们你们喜欢的话 就到这里 找这个店 亲自商一商 好 就像我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只要监督 精彩流浓 马上飞来 广告只要精彩继续 进入我们进一个美女儿的 如果说 那油渐意义上 这个款式已经过湿了 基本上 就钉在乳子里的 相当难相当硬 可以话是打入了难共 但是那件衣服呢 如果说柳子慢 足够不弱 你就会搞得 不穿牙可惜 如果能知道油渐港的衣服 穿之无畏 气势可惜 就把这告诉我们的美女设计师 我相信这给大家有麻烦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的课堂 我是你们的琪琪 站着我身边的是 Lois 漂亮的Lois 设计师 非常崇拜的美女啊 因为她可以把一件衣服 然后变成你想象中 不一样的样子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的工作 其实女孩子都 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逛街买衣服 也喜欢设计 但是不是所有人 可以把这种设计 变成自己的一种职业 但是我觉得 其实每个人 她心里都有一种 就是DIY的一个冲动吧 就有这种小的欲望 然后自己 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那么每一件衣服 其实它都有不完美的地方 DIY最初 新曲艺电脑的拼装 逐渐演绎成为了 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 简单来说 DIY就是自己动手制作 没有专业的限制 想做就做地 表达出自我的产品出来 其实我们的就衣改造 也可以自己DIY 欢迎今天的刘阿姨 刘阿姨你好 你好 刘阿姨今天我要批评一下你啊 今天上节目 为什么不好好打扮一下 穿得这么花哨 哎呀我就是为了这件衣服 想改一下 就是不喜欢 对 你就穿在身上 好解约事情啊 是不是 那意思我们看到 她今天的这个衣服 真的是蛮花 对 而且就是 是我的话 我会有点茫然 就直接扔掉了 扔掉好不好 可以啊 你就有这么不喜欢吗 现在要环抱 要环抱 对 要叫我再改造 对 刘女士今天带来的裙子 可以二次改造的部分不多 因为裙子的主体花纹呢 比较多 看来啊 今天的这件衣服 二次改造 有些难度 因为它这个花色 我感觉还是 我个人蛮喜欢的 因为觉得还是 有一点点民族风在里面 但是可能这个袖子 已经过时了 这个是叫飞袖吗 对 飘 飘 很飘逸的感觉 对 这个已经过时了 然后我会 一定把这个袖子给去掉 剪掉 我们把它剪掉 过端的剪掉 然后呢 换一些其他的搭配 我心里已经有想法了 我们的美女设计师认为 这件衣服外穿不如内搭好看 因此呢 她给的建议就是 把原本裙子上的袖子 彻底剪掉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好 刘阿姨现在已经 衣服已经换好了 哎呦 我可以看看里面吗 我就稍微打开一点点 好不好 就是把袖子砍掉了 是不是 这个外套是谁选的 自己选的吗 刚刚那个 是是是 自己选的 对对对 干嘛要搭一个这样的外套呢 因为把袖子给搅掉了 感觉空了 那你觉得这样的衣服 剪掉之后 和不简有什么区别 好像那个飘的 那个好压抑 那个没飘的 反感觉舒服了一点 就是这块不会鼓起来 对对对 我们平日里 在选择内搭的时候 尽量不要选择 有袖子的内搭 这样呢 再穿外搭时 会显得手臂略粗 而在花色上 选择花纹多的 会比较粗挑 如果你也有 这样花哨的裙子 又不太喜欢时 不妨也把它的袖子剪掉 变成一条 靓丽的背心裙吧 啊 以前不想这个发裙子 啥不得散去 就变了一个样子 裙子的主人 也是眼见一了 电视剧前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还预想 跟我衣服 不要再弄样改 就告诉我们底部 放尴尬 没理不懂 我们不能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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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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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 怎么把我的资料弄掉了 哎呀 同阿姨啊 没撞的你吧 哎 没撞的没撞的 你拿着这么一堆东西 急急趕敢的去哪啊 哪里 我跟我叫 儿子送资料去 这资料你也不好好放 都不把定起来 家里没有装订机 准备去说 去那个飞饮店去装订一下 这麻烦 还得去订完之后 再给他送资料 哎 对对 哎呀 别那么麻烦了 我来帮你弄吧 你怎么弄啊 我就可以把它给定起来啊 你带了装订机吗 装订机怎么会随身带呢 我用手就可以把它定起来 你用手可以定吗 这么神奇啊 对啊 那你帮我定一下看 交给我吧 好 用手就能把纸张装订起来 是不是听着很新鲜呢 这招好不好使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吧 接下来我就跟你演示一下 咱们什么道具都不用 只用手就把这个纸啊 定的跟用订书机整的一样 好不好 绝对非常的牢固 来 看我们先把这个资料全部都 放整齐了 好 放在一打 然后呢 拿起它这边的一个角 我们给它折一个直角三角形 看到没有 折的直角三角形 如果说在家里面没有定书机的话 我们可以借用一下剪刀 如果实在什么都没有的话 咱们可以用手撕 但是为了效果更加的明显好看 咱们还是借助一下剪刀吧 那这个已经折出一个直角之后呢 看这剪的呢 大概是长一公分宽一公分 差不多就行了 然后把这个地方立起来 只需要 好我们把剪开的部分呢 立起来 然后只需要轻轻往下一按压 往下折一道 前后 就把它都折起来 这个手工版的定书机 就已经把这些纸张给定好了 折起来 看一下 不错呀 真的是定到了 它不会散了 为了加大它 看一下它是不是够牢固 来 咱们抖一抖 是不是 抖一抖 完全没有散吧 没有散 以后家里面如果没有定书机 或者是这个定书机的钉子已经用完了 咱们就会用这个方法 看把所有的资料都全部定在一块了 如果没有看清楚 没关系 再为大家演示一遍 首先折一个直角出来 然后平行剪两刀一公分左右的口子 接着把这部分立起来 再按压开 前后一折 一叠文件不需要定书机 这样就定好了 下来个视频就到 陪一美陪嫂说四个视频 我们大喜有讲 来不吃 如何教育孩子 培养孩子 相信是很多家长心中最关心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的 陪一美背嫂说是 要来聊的这个话题呢 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的话题是 是否赞成穷养儿 富养女呢 今天的背一美背嫂说是 我们去到了科学育儿 公益联盟单位 久江休水县 宝宝当家 母婴生活馆 联盛店 宁宏南路店 以及鹦鹉街店 我们休水宝宝当家 门店 所有门店都是 科学育儿 公益联盟的 成员单位 我们间接不卖假货 新开业有一定多少年 青年第十年 十周年刚好 对于是否赞成穷养儿 富养女 我们来听听新手爸妈们 会怎么说 我觉得吧 小孩子都应该富养 可能穷养的应该是 只能让他吃一点苦头吧 但是我觉得 精神上还是要富养的 我不太赞成吧 因为 儿子女儿都应该 我觉得不应该在金钱方面 太多纵容 也不应该说太苛刻他们 男女都一样嘛 男女都一样 赞成啊 因为我觉得 女儿嘛 就是要 把她看得重一点啊 然后对她好一点 然后就把好的都给她 嗯 比较赞同 因为女孩子 娇气的嘛 她也会撒娇嘛 然后长大了 容易被骗嘛 让她富养一点 更好一点嘛 我觉得 女儿应该富养吧 嗯 只要多吃点苦 然后要承担责任嘛 那么对于穷养儿 富养女 这样的观点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这个提法 其实是有点问题的 我们认为 关键就是 还是要把家长的期望 跟自己现实的生活条件 生活环境 结合起来 其实现在男孩女孩都一样 不承担责任 这是什么富养女儿 穷养孩子 其实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误区吧 我认为 首先真的还是要 根据自己孩子的特点吧 不管男孩女孩 都有自己的一个性格特点 然后最根据 自己的一个期望 然后就判断一下 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 希望自己的孩子 将来过一种 什么样的生活 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按照这个方向去培养 正确的培养 可能才是可取的 好 今两个节目就继续过多了 娘娘老师看 阿吴已经点崩 体育宝断 天津子来 飞晚呆 肚子去健庄 马松美的祖先 自询奶战 娘娘 我们再见 拜拜 快乐向前冲 激情来场观 欢迎大家准点收看 2017年江西二套 和万达乐园 联合为大家推出的 大型体育竞技游戏类节目 快乐向前冲 大家好 我是地宝阿赤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萌萌 我是楚苗 今天我们的